歇开瑜伽的神秘面纱 瑜伽和其他运动相较之下 带给身体崭新的感受 主要原因是呼吸方式的不同 瑜伽的腹式呼吸活化腹脚感神经 其他运动因胸式呼吸而刺激交感神经 自律神经又称为自主神经 维持身体恒定及健康 自律神经中两个主角分别是 交感神经及副交感神经 交感神经带来打或跑的战斗反应 副交感神经负责消化及休息 两者平衡才能维持健康 压力尝试交感神经过度活化的结果 若缺乏副交感神经负责移痕 交感神经将逐渐失控 失控压力不仅降低免疫力 这就是所谓的自律神经负责消化不良问题 这就是所谓的自律神经失调 缓慢运动能强化副交感神经 缓慢运动包括气功、太极、瑜伽 缓慢运动以腹式呼吸为主 瑜伽腹式呼吸带动腹交感神经 放松、舒压、帮助消化及睡眠 维护身体恒定并有益健康 许多描述瑜伽特殊感受 主要来自腹交感神经的作用 瑜伽用呼吸改变身体的感受 体操和瑜伽在外表上是相同 但体操是胸式呼吸 体操鼓励竞争强化脚感神经 体操最终导致压力 这是瑜伽和体操最大的差别 在休息瑜伽过程中 逐渐由内而外蜕变 感受一沙一世界 一花一天堂的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